丟臉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丹丹 歡迎收看今天的Shuffles新卡點評示教 那今天我們來點評的就是這一次我們新的卡包的新卡 那這支新卡包的內容 也不是內容 就是對於這一次的改版想法 很多的東西其實我都已經發在前面幾支影片了 然後我也知道PTT有人轉載了我上一支影片的內容 但是我覺得那一篇有一點點被斷章取義了 就是我建議如果沒有看過我上一支影片的 還是可以看一下啦 因為我的說法跟截圖下來的東西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但問題不大 反正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所有回覆就做到這裡了 就是你們之後再問我有關 就是新的SV跟舊的SV然後怎樣怎樣的 我都不太會做回應了 因為基本上我已經把我想講 跟我自己的想法已經跟大家講了啦 但反正我們現在就近光其變 看一下明年SV到底會是一個怎樣的走勢啦 好的那我們回到我們這次影片的內容啦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我們中立的職業紅卡 雙天恩寵二費的紅卡法術 如果自己在戰場上沒有晴空天照跟荒天月毒 只會使命運抉擇的所指定的戰場進入到戰場上 那如果自己在戰場上有這兩支的話 隨便一支啦 然後會回復自己的主戰者兩點生命值 回復1.1P然後回復自己的PP1點 它是一個二費然後叫這兩支 然後如果你場上有這兩支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個 等於說是一費拿1.1P跟回2點 超級強 超級強的法術 你二費正拍 然後後續你場上有這個天照跟月毒 隨便一支的時候 你拿到的第二第三張 你都可以當這個一費拿1.1P 然後回2點 超級超級強 但我們重點還是落在它的兩張生出來的Token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晴空天照 一個22的體質進化244 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然後謝幕取回復自己的主戰者1.1P 生命值給予自己主戰者下下個回合開始時 召喚一個月毒到戰場上 然後失去此能力 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此效果 所以二費利用那個法術 直接叫一個22守護 然後補一滴血 然後會貼一個這個主戰者效果 再下下個回合 那就是4費嘛 如果我們二費正拍的話 4費的時候會有一支月毒到戰場上 那我們看一下月毒 月毒的話則是一個22的途徑 然後進化4-4 然後謝幕取給予敵方的主戰者1.1P 給予自己主戰者下下個回合開始時 召喚一個天罩到戰場上 然後失去此能力 一個是22守護補一滴 一個是22突進打對面頭一點 然後一樣都是會下下個回合叫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二費準時拍其中一張 假設我們拍天罩的話 我們二費天罩 四費月毒 六費天罩 八費月毒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他會有一個生物一直跳出來 黑鬥 然後一直跳出來 如果你沒有滿場把它卡出去的話 他就是會利用這個謝幕取 一直去疊加跳出來的機會 或者是如果天罩沒有被消失的話 基本上就會一直跳出來 然後你後續的那個拿到的法術 就是原本的那張二費法術 你就可以有機會去當這個 一費補血跟拿一一批 特別厲害 以這張牌來說 我不知道環境的投入率怎麼樣 但應該不算太差 反正後續真的不想要就把他卡掉 讓他跳出來的時候跳水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以二費單卡來說應該是滿分了 就算 因為現在最強的二費單卡 以前算下來可能都是什麼跳費 我說中立的啦 可能都是什麼跳費 或者是超強的雙解 但這個東西就是不管你 二費正拍 或者是後手二費正拍 先手後手都可以拍 然後四費都可以多跳一個東西出來幫你結場 然後還會稍微的補一點血 稍微的摸一點頭 然後有機會讓你的那兩張法術變得更厲害 所以我覺得滿分吧 沒什麼好挑剔的我覺得 但各個牌組的投入率 我覺得還是要看他牌組的整體的體系夠不夠 如果本身體系濃度很夠了 不太會塞到一些這種 需要來掛組件的這種 通用的中立的卡的話 可能就不會掛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是特定職業會去帶 就是會有卡位的職業可以考慮去投入的 我自己覺得滿分挺強的 沒啥問題 好下一張 下一張是這個 震亂之王查理曼 皇家的指揮官222 進化244 本身自帶一個守護 然後不消耗1P即可進化 那進化時 這場對戰中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使自己的中立從者所造成的傷害加1 攻擊與能力所造成的傷害皆會加1 與當自己未進化的中立從者 攻擊力或生命值 因能力而獲得加的效果時 使該從者進化 那每個回合僅限發動一次 那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上述的效果 所造成的傷害 以為就要因能力而獲得加效果 我想一下 基本上就是一個中立皇嘛 然後他本身可以不消耗1P進化 然後是一個2-2守護 二費的時候正牌不差 然後進化戰回合 如果準時進化的話 你的中立從者所造成的傷害都會加1 那當自己未進化的中立從者的攻擊或生命值 硬能力而獲得加效果時 該從者進化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要怎麼樣讓他的攻擊跟生命值獲得加嘛 對不對 下重點就是他的攻擊與生命值要怎麼加吧 因為如果要利用這個進化的話 但以進化體系來說挺強的吧 就是免費進化 然後一個2-2守護 然後如果走中立走的話 還有兩個正向的能力 對 挺厲害的 但是問題就回到剛才 要怎麼樣去有效的 讓那些中立從者去加加 所以可能要看後續的配套新卡的一個搭配 對 然後如果就算不走中立的 假設未來真的還有進化皇 他也是一個2-2守護 然後不消耗EP即可進化 然後你進化體系的皇家 從古至今大部分還是會搭一些中立好用的東西 假設啦 現在這階段可能 呃 武者 這類型的東西 那其實 你進化之後 假設我後手 四費的時候進化這個 然後搭武者 武者也是一個 因為他的加1嘛 所以也變成一個5點的打點 其實也不算太差 所以就算未來 純中立的進化走沒有辦法玩 我覺得如果皇家有辦法走進化走的話 其實這張也是有機會投入的 所以他其實我覺得他並沒有這麼綁定到中立走啦 那中立走的話可能就是要看後續的一些中立的配套 以及皇家這邊本身的配套 看有沒有機會 呃 來做一個瘋狂的進化了 對 所以我們這邊單卡 我覺得有個4分 因為他兩種走都可以放 就是 呃 本家的進化 或者是中立的進化 都是有機會投入的 所以我覺得有個4分左右 差不多 嗯 好下一張 下一張我們看到的是皇家的職業金卡散倒騎士 呃 金卡士兵 211的體質進化233 本身自帶一個途徑 那攻擊時如果自己在場上中立卡片張數為2張以上 則會給予自己的主戰者死下來是受到傷害轉變為0的效果 入場取給予一個自己中立重者加1加1的效果 並且回復自己主戰者2點的生命值 那這個加加效果就是搭配剛才的查理曼去做使用的211 然後自己這場上有兩張的話可以拿一個貼模 可以拿一個貼模挺厲害的 而且他有兩張中立卡 所以表示說 這張牌就是完全為了這個中立體系來去做一個搭配的 嘿 然後還會回血 嗯 挺強的 單卡來說挺強的 挺強的 然後 呃 大家可能會比較想的問題就是要怎麼樣準時進化查理曼 我覺得像是什麼投入兵力啊 就是這些找皇家牌的東西 你是有機會去把牌組的內容控制起來的 有可能我們皇家牌就帶這個散導騎士跟查理曼 可是這樣的問題就是 如果配套這種加加的配套卡都是在皇家本體呢 就新卡都是在皇家這邊呢 那其實就會有點尷尬了 所以 欸 我覺得可能還是需要中立那邊有一些會加加的東西 或者是你去帶中立的加加法術 就是那個一費嘛 加加然後抽牌的那個忘記叫啥了 反正那個一費 之類的東西來達成這個自動進化條件啊 不然 嗯 我覺得可能有帶上去 目前看起來還不夠厲害 但可能我覺得等全部卡出完再平 那以單卡來說 這張我覺得在中立進化體系來講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應該就是接近滿分吧 因為它不是核心卡啦 就是它不是一個能改變戰局的卡 所以我覺得可能4分4.5分 不會給到滿分 4分吧 4分4分 嘿 好看完這張我們來看 下一張是死靈的職業紅卡 卓翼烏妖黑莉歐 421的體質進化443 當著它卡片被其他卡片融合時 自己的目的加1 本身自帶一個途徑逼殺 然後羨慕舉發動王者召喚XX X為自己在這場對戰中融合的張數 所以我們就看有沒有機會龍 可能不是有沒有機會 是滿高機會應該可以龍到 就是那一個場七費的時候 可以跳兩隻融合死的那個大哥出來 應該高機率 利用這張跳出來嘛 對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前面把大哥給 喔不行不行不行 因為我們要的是那個 是變身之後的大哥 所以不行不行 變身之後的大哥 我覺得這應該是融合死的 其中一塊拼圖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塊 因為我龍和死 呃 紫地模式沒有玩過 我只有玩過OP6的 紫地模式我真沒有 呃 有稍微小碰一下下 就一下下 不敢說會玩 就小碰過一下下 但我覺得這張一定是龍和死的拼圖 那會不會因為這張讓龍和死起飛 我覺得點可能是 你七費可能有機會 做兩隻大哥出來 對 做兩隻大哥出來 八費能不能殺人 可能就是要來討論的 就是要看到時候八費能不能殺人 如果八費不能殺人 可能還差一點拼圖 但如果七費沒有死掉 然後八費可以殺人的話 拼圖好像夠了 欸其實場很大欸 這樣龍一龍跳一跳 炸一炸再跳一跳 其實蠻大的欸 有沒有龍和死專家 可不可以講一下 目前這樣子的話場面跳出來會多大 留言告訴我 挺強的 龍和死那邊我覺得 接近滿分了吧 可以跳大哥就是強吧 對吧 這樣可以跳大哥吧 應該是可以的吧 龍和死玩家告訴我一下 應該是可以跳大哥吧 如果可以跳一個蠟哥我給滿分 如果不能跳大哥的話 暫時想不到他的用處 因為他看起來就只有在這個體系適合吧 我覺得 或者是未來的王招體系 可是他的王招又不是直接王招 他的AX是那個對戰龍和樹 所以我覺得可能不是在王招體系 以未來的這麼適用 我覺得應該就是純大哥那邊的 所以大哥那邊我覺得應該有接近滿分 好下一張 下一張我們看到的是 烏斯的職業紅卡 威狂驟炎揚和933進化955 每當使用擁有類型卡片時 使手牌中這張卡消費-1 入場取拿一張炎靈之樹到手牌當中 進化時這兩段中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Z回合結束時 如果手牌中沒有炎靈之樹 則會拿一張該卡片到手牌當中 那主戰者無法重複疊加此效果 我們只要打種類 這張就是減一費減一費減一費 然後進化之後 你就可以每一個回合 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拿一張這個炎靈之樹 當然你要先打掉 你就可以再拿到 好那我們關注點可能是在他的Token 他的Token這個炎靈之樹 0費的法術 指定一個自己的 威狂驟炎揚和 或者是擁有類型的從者 所以你只能指揚和 或者是擁有類型的從者 那如果你指定的是揚和 則會給予敵方從者全體3點傷害 跟回復自己主戰者3點生命值 一個掃3回3 一般般 我只能說一般般 那如果指定的是擁有類型的從者 則會增加一張與之同名的從者卡到手牌裝 使其消費轉變為1 攻擊生命轉變為1 擁有類型 那就要看到時候擺起來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排庫 然後跟新卡怎麼出不知道 舊的排庫擁有類型的 然後跟到時候新卡擁有類型的 有沒有什麼強力的 蟹木曲 或者是入場曲 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用這種強力的入場曲 跟蟹木曲 去搭配 然後讓你每一個回合 都有一個強力的 我覺得可能會是在入場曲吧 強力的入場曲 因為蟹木曲的話 還要自己送掉或對手解掉 你才有機會發動 所以可能比較focus的點 會在強力的入場曲 一費 然後打一個強力的入場曲 之類的 然後每個回合可以這樣子去點 所以楊河 我覺得 看楊河到時候能夠擠費下來吧 因為我覺得進化回合 五費包有沒有機會下來 如果五費有機會下來的話 其實挺舒服的 五費如果有機會下來 然後五費進化 然後五費掃三 雖然掃三可能跟這個 掃五回五差的有點多 但至少是CY發現了 掃五回五好像有點太奇怪了 所以變成掃三回三 看五費有沒有機會下來 五費有機會下來的話 好像還行 然後就看有什麼好的 這種類型從者搭配吧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體系 巫師有一個新的體系出來 而且是以往SV都沒有的體系吧 就是這種各種種類的從者 對吧 基本上好像沒有 對 所以到時候可以期待看看 然後看一下可不可以五費下來 到時候組起來 然後跟有什麼 擁有種類的強力的入場曲 或者是蟹木曲的從者 去做一個持續的搭配 大概是這樣 那我覺得陽和算是有個有點心意啊 有個小突破 我覺得有個四分吧 可以玩玩看 到時候可以玩玩看 三分四分不知道 因為這種東西是新東西 可能真的要搭配過才知道 所以三分四分大家心流底 比較評不出來的 可能是剛才的黑利歐吧 如果這個死贏玩家好不好 告訴我 我覺得他那樣血 應該就是可以跳兩個大哥 不然感覺怪怪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新卡點評 那後續的新卡也會持續做點評 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follow 好的 那麼這次的新卡點評就到這邊 概括段落 我們下次新卡點評再見囉 掰掰